女排输球朱婷却没输,关键时刻三扣太惊艳,无愧世界第一女排巨星。 在昨晚中国女排对阵巴西女排的比赛中,面对老对手,最终中国女排以2-3输球,无缘开门红。 但是本场比赛虽然球队输了球,但是朱婷却并没有输,面对强队巴西队,朱婷一个人就拿下了34分,其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更是无愧世界女排第一巨星的名号。 在这场比赛进行到第三局的时候,在比分进行到20分之后最后时刻焦灼的时候,朱婷更是上演惊艳的三扣,帮助中国队一直紧紧咬住比分。 如果不是最后两分的时候他需要承担接一传的人物,没有攻击的机会,依他当时的状态,中国队绝对能够赢下这一局。 在关键的第五局比赛中,朱婷更是表现完美,他一个人就拿下了6分,仅仅用了8次进攻,尤其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,中国队几乎只能依靠朱婷一个人得分。 这也一度程度上让中国队陷入了NBA骑士队式的烦恼,就是关键时刻只能依赖队中头号巨星,朱婷扮演的就是詹姆斯的角色。 可以说,虽然目前的中国队不是最好的中国队,但是现在的朱婷却是最好的朱婷,他真的无愧于世界女排头号球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